醫生我可以自拍那個嗎? 可以 大家好 我是阿達 那今天呢 就輪到我跟我老婆打AE 那那個相信很多人 到現在還沒輪到你打疫苗 我個人覺得說反正只要可以女打 你就不要挑了 疫苗的重點不是在於說 讓你不得病 它還是會很得病 現在Delta病毒 有研究表示可能防護力又不到40% 但是它可以讓你不得重症 那另外就是說你如果是有打的話 起碼說自己有防護力以外 你比較不會傳染的別人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是說 像我們如果在外面走跳啊 跟人家接觸不小心中 然後如果說回家 還到自己的親朋好友 還是說工作同事那是很尷尬 所以有一秒就趕快打 就不要挑AE 莫德納什麼 反正有一秒就是好一秒 好不好 好就大概現在 那接下來我們就排隊了 好現在排隊中啊 因為我過了 嘿嘿 我62年次 像我這一波是打到62年次的年底 所以剛好就可以打到我 就是評估預券書 最後就是評估預驗書 要把這althe Daily form 那你...要不會過敏啊? 不會 打左手啊 打左手好了 那... 一送可以自拍那個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齁 對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欸?還好啊 其實... 還好啊 我覺得我結束了 欸?就這麼簡單 哈哈哈哈哈哈 有要注意什麼東西嗎? 就是... 今天有要多喝白開水啊 啊這一手不要記著體重或拿 記著運動 這樣就好了 好謝謝 啊... 怎麼說茶跟咖啡不能喝嗎? 咖啡今天不要... 明天就可以了 哦好謝謝 如果不能喝茶跟咖啡 只要我的命 好打完就會拿到這個證明 接下來就是28天就好了 打第二劑 那接下來我會記錄一下 這兩天的身體變化 那醫生說 只有今天不可以喝刺激性的食物 然後不要去中屋 隔天應該就好 打針的過程一點都不會痛 所以還好 好現在已經晚上10點了 打完疫苗到現在 老實講就是 打的地方有一點點痛痛的 然後... 打完之後 比較想睡覺 我就睡了一覺起來 嗯 所以... 目前是沒事 第一天沒事 那接下來等第二天 好現在是第二天中午 然後... 那個... 睡醒剛剛不久 那... 簡單報告一下 現在打針的地方有點痛 然後... 關節有一點點的痠痛 頭呢... 一點點的痠 因為平時有在運動 所以這個痠痛 其實跟我運動後的痠痛還比 甚至更輕啦 目前是這樣子 好已經過了48小時 應該是AZ疫苗副作用 較高峰期的一個時間 已經過了 那我自己打到現在 或就是... 有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 打的地方有點硬硬的 然後稍微痠痛 那昨天晚上有稍微失眠 後來是有睡著 那... 發燒嘛 我沒有發聲 可能是因為我都帶在這種氣榜裡面 所以... 也沒有感覺 我... 應該是AZ認證的一個老人 沒有什麼... 副作用 運氣也算不錯啦 認證來說啦 所有的疫苗都有副作用 你像AZ說會變硬 莫德納變萬磁王 BNT回到女生 站一個Cup 開玩笑 各位開玩笑 但是認證來說 所有的疫苗 它都有打完之後 不良反應致死的一個紀錄 每個國家 你就看那個數據 其實都有 除非說你個人有 體質上的問題的話 我個人還是建議說 就不要挑了啦 雖然我不是醫藥學出身 但是我有很多醫生的朋友 也是這樣子跟我說 我們要學習跟新冠病毒去共處 這個病毒它短時間之內 可能不會消失了 如果你要一直怕它 然後不去面對它的話 我們的生活永遠都不會正常 你打了疫苗 起碼就不會重症 你也比較不會傳染給你的家人朋友 或者是沒有打疫苗的一個長輩 如果大家都打了 比如說到一個70% 到群體免疫的一個地步的話 我們的生活才有機會慢慢的恢復正常 那也許像這個 新冠肺炎 它就已經變成一個像流感一樣的存在 因為這個病 它其實是治的好的 如果你看它的死亡率來講 它並不是說高到非常可怕 不像黑死病那麼可怕 它是可以靠抵抗力自己好的 少部分的人會因為重症而掛掉 那我們打疫苗就是為預防重症 讓我們自己的保護力更好 那不會傳染給其他人 我覺得光這一點就非常棒了 除非是你有先天性的疾病 像血栓那些、心臟病那些 真的不能打AZ 那不然我私人真說 我就不要挑了 不管是AZ、莫德納還是高端 只要有疫苗就去打 那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